在这个数位时代,政府与民众之间经常需要透过各种数位服务来进行互动,如网站App等。 因此各级机关也常常会有软体服务的采购或建制需求。 但对于绝大部分没有相关技术背景的承办人员而言,如何合理地规划软体服务采购需求,并确保其品质是个极大的挑战。 code.gov.tw 网站将可以帮助承办人员解决这些问题。 code.gov.tw 是公共城市的资料库。 所谓的公共城市,就是政府将开发的数位服务城市码公开释出,让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下载使用。 也可以修改城市来改良公共城市的功能。 对于承办人员,可以分成三个步骤来应用公共城市。 1. 参考现有的公共城市。 2. 应用现有的公共城市。 3. 分享完成的公共城市。 承办人员可以先列出想要开发的数位服务功能清单,并且到code.gov.tw 网站的公共城市一栏,查找类似功能的公共城市。 3. 在code.gov.tw 网站上,可以看到各机关已经公开的公共城市。 3. 点击更多细节,可以看到示范网站,系统功能展示图片及说明,或者授权方式等内容。 4. 如果已经有明确的功能需求,可以透过公共城市一栏左侧的筛选器,快速地找到想要的公共城市。 5. 因为有展示图文与具体细节内容,可以协助承办人员前期对焦,让共事的行程更加快速,并且有效统整需求,进而提出明确规格,提升与资讯厂商的沟通品质。 5. 由于其他机关开发的公共城市,不一定完全符合承办人员预计要新开发的内容。 5. 因此,可应用既存的公共城市码基础,进行实际需求的克制化开发。 5. 开发完成后,在取得充足的授权后,建议开放本次完成的城市码,成为新的公共城市。 5. 开放的好处,能让大众协助检视城市品质,及早发现可以修正改善的功能。 6. 除此之外,若往后有需要修改、更新数位服务城市码,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软体厂商来协助处理。 6. 而且将修改后的城市码开放,也能够让其他机关受贿。 7. 如此,便可以减轻承办人员的负担,并且达到提升政府服务品质,并强化数位永续发展的好处。 7. 继 UX